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8月5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佛罗里达州成为继加州之后 第二个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50万的州份 不过联邦政府的数据就显示 各州病例增速有所放缓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全美州二新增病例超过57000宗 佛罗里达州确诊人数也在周三突破50万 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加州 不过联邦紧急措施署的一份内部通告显示 各州病例增速有所放缓 有39个州的新增病例曲线已呈下降趋势 上周新病例也比前一周减少9.2% 但死亡人数则同比增加7% 在死亡病例创新高的乔治亚州 州内学校恢复实体课一天后 有一名小学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迫使这名学生的老师和同学回家隔离两周 客室也必须进行消毒 同一天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宣布 市内公立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实行网课教学 且至少会持续到11月初 周三当天医疗保健企业强生公司宣布 与联邦政府达成一项超过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将生产1亿份新冠疫苗 用来做临床试验 或是免费提供给部分美国民众 强生的疫苗研发 仍处于人体试验的早期阶段 公司预计将于9月进入试验后期 另外 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也宣布 公司能在9月前如期召集到3万名志愿者 来参与疫苗试验的第三阶段 莫德纳首席执行官透露 每份疫苗将售价32至37美元之间 价格高于辉瑞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 凤凰卫视陈立南 陈一秋华声对报道 金价连日创历史新高 机构投资人与散户投资人 纷纷以注资黄金基金的方式增持 导致美国个别基金的实体黄金持有量 超过部分国际央行 根据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6月份 全球黄金基金增持实体黄金 增加到3621公吨的历史高费 2020年前半年流入黄金ETF基金的流量 也创历史记录 同比上升734公吨 与此同时 国际央行购入黄金 则仅有233公吨 同比下降39% 而以重量计算 美国两大实体黄金 做抵押的金融产品ETF基金 Spider黄金基金和iShare黄金信托基金 为增持量最大的两大基金公司 分别增持同比上升36%和30% 为全球实体黄金6月份流量的三分之二 根据国际黄金协会统计 其中Spider黄金基金实体黄金持有量 高达1258公吨 超过日本央行 英国央行和印度央行 分别的持有量 众家认为 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低利率 甚至是利率负数 抵消只有黄金 没有利息的负面因素 另外 经济前景不明朗 美元大幅贬值 也增加了黄金安全避险的吸引力 所以疫情受控之前 黄金价格可能会继续上升 周三期货上升1.45% 为2050.30美元一盎司 但是也有捐商认为 一旦疫情受控 经济开始复苏 不排除金价 会出现大幅重挫的可能 凤凰卫视 庞哲江广复 纽约报道 旧金山中国城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城 商家 特别是餐饮业在这次疫情中备受打击 市府与社区机构就联合推出了 鼓励更多户外用餐的新政策 新的共享空间政策 包括为陷入困境的餐饮业者 提供经济援助 餐厅申请许可证获批后 可以使用街边停车位作为户外用餐场地 对我们餐馆业能够维持它的经营是有帮助 我们要考虑就是说 客源跟生活环境 跟大家用餐的习惯 也是一个挑战 旅游业处于停聚状态 社团聚餐取消 中国城餐饮业平均收入只能达到以往的三成 统计显示超过200家餐饮店中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倒闭 如果我们做到这个防范的工作 就是卫生条件 希望的人都出来行 都可以享受一下眼光 还有可以食一餐 有部分餐厅在疫情期间一度关闭 大部分员工都失业 还有餐厅开发送团餐外卖 勉强维系日常开支 共享空间许可证申请免费 但使用者需要遵守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卫生条款 不过也有餐厅老板表示 中国城街道狭窄 户外就餐局限性很大 日常天气阴冷多风 再加上很多华人并不习惯于户外就餐 因此新措施可能很难让他们受益 方美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联合中餐连锁品牌大河鲁卫 今天就为居住在圣盖博士的100多位老年群体捐赠发放了营养便当 本次社区服务由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发起策划 得到了中餐连锁品牌大河鲁卫的及时响应支持与部分赞助 由本会前会长圣盖博士市议员Tony Dean对接联络 受到了圣盖博士政府和议会的大力支持 活动现场交通大学南加州会长张铭先生 理事长严丽萍先生 2021年后任理事长赵银先生及交大宵友会志愿者悉数到场 亲自为老年群体分发盒饭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这半年来 就是组织了许多的抗疫防疫的活动 例如就是说从春节以后 就是参加了中美两地医院的抗疫救灾 然后捐款捐欧的活动 盛盖博士社区服务主管Lucy Kakoubiang 代表为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收入了感谢信 本次活动是疫情期间交大南加州校友会提供的又一次社区公益服务 此前交大校友会曾积极参与了中美两地医院的捐助 为南加校友捐赠口罩 在相互抗疫及联合美西各地的兄弟校友会联合主办的在线抗疫讲座等 凤红卫视山家红 楼上级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快选 美国缺乏新冠测试的全国攻略 同时测试盒仍然供不应求 美国七个州的州长在4号组成联盟 共同向两家美国新冠测试盒制造商购买350万个新冠快速测试盒 七个州包括马里兰 弗吉尼亚 卢伊斯安纳 马萨诸塞 米歇根 俄海俄州 以及北卡罗莱纳州 四位民主党和三位共和党州长希望测试盒能在30分钟内出结果 马里兰州共和党州长霍根表示 洛克菲勒基金会愿意为这六个州提供支持 霍根表示 由于新冠测试盒严重短缺 测试时间过长 联邦政府还试图削减用于测试的资金 因此州政府不得不行动起来 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州与地方政府参与进来增加新冠测试盒购买数量 截至4号 美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5750万次新冠测试 测试结果一般需要2到10天不等才能获得 飓风伊萨亚斯自3号晚在北卡罗莱纳州登陆后 风力不断变化并向东北方向移动 吹袭费城 纽约等东岸大城市 造成北卡罗莱纳州 马里兰州 纽约市 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6人死亡 截至星期二晚 美国多个州约370多万用户断电 纽约市电力公司表示 除了2012年的超级风暴桑迪外 伊萨亚斯造成的停电比其他任何风暴都多 纽约市紧急应变部门向五大沿岸地区发出水侵警告 并在低洼地区堆放沙包 防止海水及河水倒灌 为了应对风暴来临 东岸各州均开始了针对居民的疏散计划 多地宣布暂停新冠病毒检测门诊 美国红十字会日前表示正在调整救灾计划 将为疏散居民开放更多的避难所 减少人民聚集新泽西州 保证居民安全 疾控中心本周警告说 2020年可能是持缓性起髓炎的高发年 这种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疾病 罕见却可能危及生命 这种疾病也被称为AFM 被认为是由病毒所引起 该机构特别警告说 AFM可以在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内快速发展 导致健康的人永久性瘫痪 极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呼吸衰竭并发症 因此家长和医生必须在儿童出现早期迹象 特别是突然的四肢无力时就建议住院和治疗 美国在2014年开始对AFM进行监视 从夏末到初秋 该疾病每两年达到高峰 在9月份尤为明显 2018年确诊病例有238例 其中5岁及以下儿童占一半 9月的病例占了37% 受新冠疫情影响 迪士尼出品的电影《花木兰》的上映时间被多次推迟 但迪士尼本周宣布 电影将于9月4日在迪士尼的新流媒体服务 Disney Plus上线 费用为29.99美元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博·查佩克表示 疫情迫使该公司考虑不同的方法 以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查佩克补充说 在无法获取Disney Plus服务的地区 《花木兰》将在已经开放的电影院同时上映 消息发布之际 迪士尼发布了最新的季度业绩 报告显示迪士尼今年第三季度净亏损50亿美元 迪士尼于2019年推出流媒体平台Disney Plus 该公司表示 该服务目前拥有6000万订阅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在内地受到持续降雨影响 陕西榆林大理河河水上涨 沿线多个地区积水严重 其中隋德县更有道路坍塌 引致天然气管道断裂爆炸 当地政府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5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地区中南部 黄淮等地将有强降雨 广东省政府5号公布 自7号起调整由香港入境广东人士 有关核酸检测的新规定 港府呼吁市民在前往广东时 需确保符合相关规定 以避免再进入广东时出现困难 新规定自7号早上10点开始执行 除经批准的公务商务豁免人员和跨境司机以外 其他人员经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广东时 必须持有港府认可医疗机构发出的 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由报告发出时间起计算 而入境后仍需接受14天强制检疫 港府提醒市民在出发前往广东时 需确保持有相关证明的正本或列印本 并预留充足时间过关 如折返香港也需要接受强制检疫14天 对于有内地核酸检测先遣队成员 在香港连日遭到示威骚扰 特区政府5日予以谴责 连日有非建制派区议员及个别人士 到先遣队员入住的酒店及考察地点示威 加以骚扰 政府发言人表示 有部分人士罔顾公众利益和声明安全 做出分化行为 并试图抹黑破坏中央协助香港对抗疫情的工作 特区政府对此等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发言人同时再次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积极回应要求 支持特区抗疫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主要估指全天维持涨势 到值的涨幅比较明显 那么今天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是 国会两党有关最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的谈判进展 另外在本周大量的企业财报 以及重要的经济数据 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而在道指方面 今天道指受到一些大型成分股的提振 比如说迪士尼涨幅超过10% 而波音耐克的涨幅都在3%到5% 那么道指盘中的工业类个股 以及金融类个股 今天是普遍的表现不错 那涨势都是在2%左右 3M集团 摩根大通 以及陶石杜邦等等 今天的涨幅都是在2.5%左右 那么投资盘中的科技类个股 以及生物药类的个股 今天则是全天维持比较明显的跌势 那么在标普拍指数方面 传统的避嫌板块 包括工业事业板块 房地产板块 以及必须消费名板块 则是全天维持跌势 那么其他行业方面 今天原材料板块 全天领涨大盘 而工业板块 以及能源板块 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那么补盘过后 能源板块的涨势有所收窄 而科技板块 今天则是展现出涨势乏力 那么全天的涨幅 都是没有超过0.5% 其他行业板块 大多数是小幅上涨的行情 那么也有机会价格 以及黄金机会价格 是全天走强 美元指数则是维持小幅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方汇会是陈清伟 纽约报道 再来看 由TDMH会得美利证券 所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谢谢 Joshua eye- Context 与美国股市场 誓金 评選 纪约包 操ille Christine pien 评出来 環境 环境 零 炜 石 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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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